這一區呢會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米其林是怎麼樣落實的把這個4R的車輪運用到它未來的一些相關的產品上面 這邊呢大家可以看到三條輪胎 那這三條輪胎呢都是為了新能源所設計的 那分別是那個摩托車胎 轎車胎跟巴士用的輪胎 三條它有怎麼樣的特點呢 基本上它們還是承襲了米其林的一貫的特性 最重要的一點是呢 它能夠達到天人這個功效 米其林不只是想要做到這樣子的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條的領山這一條輪胎 那這一條輪胎呢 是賽式用的輪胎 那為什麼叫做領山呢 頂頭呢是包含53%的可持續性的產量 那米其林是希望在2030年的時候 能夠導入到一般轎車裡面可以達到45% 那在2055年的時候可以變成51% 這個是特別從法國很近進來的一個 氫燃料的一個電池樣子 氫燃料的電池是怎麼樣運作 它其實是跟一般的電池是差不多的 那它的整個組成是氫系羽氧 羽氧系的一個結合 一般器材油車會排出二氧化碳 那它這個 氫裝載這個氫燃料電池的車呢 只會排出守真氣 所以它呢 是可以真正達到零排放 減碳的一個新的能源科技 好 那我們現在講完了陸地上的改變 我們現在再往那邊走 我們看海上的部分呢 米其林也有針對那個 減了減碳做一些改變 大家都知道 整個那個海洋的運輸 占整個全市場的碳排放量的11% 在2055年呢 我們可以預測到說 將會有更多的碳被排放 米其林就創造了一個這樣子的 叫做Visamo的一個 充氣式的液反系統 它這個東西是怎樣使用呢 基本上它就是借助了 風力 船本身的那個 引擎器才有的能力 達到一個減碳風的功能 它的長相會很像 中國是一般到一般那種 帆船式的船 但是它這個帆船式的船很特別 當它不需要用的時候 它是能夠收入起來的 所以它不會 影響說它正常的運輸這樣子